一个人一只饼 一个晚上一个鸡鸡 好快啊 还是些睡鬼吧 大宝 开启车 上学要迟到了 怎么这么快 我还没复习呢 这个怎么办 时间发好了 现在开始答题 天下 我肯定能考一百分 天灵灵地灵灵 恐龙脯子和野灵 希望我考的全会梦的绝对 安静 赶紧答题 你孤身总而强 你不归的模样 你对这个既往不敢故意唱 黑暗魔王 你在干什么 老师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接着考试 要是再唱 就给我出去 好吧 我知道了 完了 这次我肯定是零分 同学们 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 我对复习方法最可惜 我肯定是满分 天灵灵地灵灵 恐龙脯子快血灵 希望我千万不要考零分啊 我一个字都没写 肯定是零分 又要被妈妈批评了 开始发尸镇 第一名 白雪 一百分 太好了 谢谢老师 第二名 嘿嘿 肯定是我 熊妹 六十分 我 怎么只有六十分 熊妹 你平时不都是考八九十分吗 这次怎么退步这么明显 我也不知道 我可是用了最可惜的复习方法 什么方法 神套学习法 就是这样 这么多奇事的 什么时候才能学完呀 哼 有了 这样就能让奇事留进脑子里了 睡觉学习两不误 我可真聪明 这可是最可惜的学习方法 怎么不管用呢 熊妹 你的方法用错了 知识就像水一样 从高处流向低处 你整着书睡觉 不是让知识都流到书里了吗 怎么能复习好呢 原来是我弄错了 下次我把书放在额头上 太好笑了 熊妹 大宝是骗你的 你不要提他的 我还以为是真的呢 熊妹 以后不要这么做了 好的老师 下面公布第三名 肯定是我 第三名 大宝 二十分 耶 太棒了 谢谢老师 大宝 只考了二十分 你怎么这么高兴 只要不是最后一名 我就很满足了 看来祈祷学习法真快用呀 这是什么方法 其实很简单 就是 大宝 你在干什么 考得这么差 还有心情说话 看来 我得赶紧把成绩告诉你妈妈 老师 不要我不说了 最后一名 黑暗魔王 灵粉 黑暗魔王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想考灵粉的 可是 开始模仿雇养者 哈哈 连续饮料 饮演都准备好了 开始复习 终于复习完了 这次 我肯定能考个好成绩 可是我考试了之后 脑子里一直在播放 雇佣者 什么也想不起来 所以才考了零粉 原来是这样 黑暗魔王 以后复习的时候要专心 可不能再三心二意了 好吧 我知道了 小朋友们 你们是怎么复习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 熊妹不好了 大宝会实在更衣室了 什么快带我去看看 大宝开醒醒 怎么醒不过来 快来要叫老师来 这什么 熊妹 贝尔也在小时昏睡过去了 那我们一起去教室看看贝尔 贝尔 你怎么了 你快醒醒 黑暗魔王 快住手 你要对贝尔姐姐做什么 刚刚贝尔在吃零食 然后吃着吃着 就突然昏睡了 我是想把她扶起来 我才不相信你会这么好心 啊 虽然贝尔吃的是我给她的零食 但是跟我没关系 阿絮 我可以作证 最近黑暗魔王表现得很好 一直在助人为乐 好吧 但不是黑暗魔王 还能试试 等等 让我看看 看起来的确没什么问题 算了 应该和黑暗魔王没什么关系 熊妹 听说贝尔黑道宝醒了 明天就可以来上课了 大考了 春年不觉晓 楚楚蚊子咬 也来大搞熊 谁也跑不了 背得不错 老师 你怎么了 怎么说的就到啊 黑暗魔王 快放下老师 黑暗魔王 你快离老师远一点 我什么都没做 我正在给老师背书呢 大宝 你快把老师扶起来 好嘞 哎呀 大宝贝尔 你们终于醒了 快告诉熊妹 你们两个一直昏睡 跟我没有关系 哼 黑暗魔王 是你非要送给我衣服 那个衣服 至少一年没挤过了吧 我一穿上就必须抖了 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 上面都是男子汉的味道 多好闻啊 还有你送给我的零食 全部都过期了 那些零食 是我半年前买的 一直舍不得吃 啊 干了半年 那还能吃吗 我醒了之后 跑了整整三天的厕所啊 黑暗魔王 你要吃多久没酸了 我猜老师是被你熏到的 啊 我是真心想跟大家做朋友的 不是有意义的 黑暗魔王 你不主张个人卫生 不仅影响自己 还会伤害周围的同学朋友 我知道了 我以后一定讲卫生 哎呀 算了 看在你不是故意的份上 我原谅你了 我也原谅你 哈哈哈 谢谢大家 小朋友们 请洗手 请更衣 爱跟进 讲卫生 不要适合暗魔王哦 并赞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老狼老狼不拢 几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一只羊 四只羊 我选四只羊 大家反应好快啊 要四只小羊睡着了 我这局不能抓羊了 一只羊 下一轮我一定要抓到羊 老狼老狼不拢 几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三只羊 四只羊 四只羊 我选零只羊 黑暗魔王 你不能说零只羊 就是啊 你说零只羊 我们怎么一个小红心啊 我就说零只羊 让你们得不到小红心 黑暗魔王 你不催手该的 我们不和你玩了 就是黑暗魔王 你是不是怕输啊 我才不是呢 我现在不说零只羊了 老狼老狼不拢 几只羊 一只羊 两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我选两只羊 贝尔抓到你了 哎呀我还没来得及 早知道我就像小妹一样不动了 现在我可以吃掉贝尔小羊 只要你们动了 这样老狼就可以吃小羊了 我儿子已经被吃掉了 没关系熊妹 只要获得三个小红心 就可以把贝尔姐姐招呼回来了 肯定是我大宝 先获得三个小红心 让我来不许的 几只羊 三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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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一只羊 熊妹你抓我干嘛 大宝 明明是你干的我 要不然我睡觉就赢了 熊妹 我才有主张呢 都是你 我才没有赢 你们都动了 都被我老狼吹了 我吹我吹 现在只剩下白雪了 我一定要连羊两次 才能召唤回来一个人 老狼老狼不许动 几只羊 两只羊 我选一只羊 白雪居然抢到床位了 我再加一个小红心 还有一个小红心 我就可以召唤一个小羊伙伴了 下次我一定要抢到床位 不能让白雪喝到小红心 下一次我要说快一点 老狼老狼不许动 几只羊 一只羊 我选 你不要 黑暗魔王 你耍赖 我没有 小朋友们 你们认为黑暗魔王是不是耍赖 是的话 就发送一一 我说的话 就发送二 小朋友们 要发送二呀 这样我就赢了 白雪居然没有 比较新品张巧克力 一个小时候才能变回来 可是巧克力被她要学会了 怎么办啊 什么 那白雪就要变成 巧克力的形状可以用模型做 我们做好模具 把白雪倒进去就行了 你说的简单 我没人会做模具 这是我的超级打印机 可以把模具打印出来 打印机 开始工作吧 请收入密码 糟糕 我忘记密码了 提示 是你和贝尔小妹白雪的年龄 我今年六岁 我八岁 我六岁 白雪姐是几岁呢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 白雪七岁 密码就是6867 密码通过 开始打印 打印需要十分钟 模具已经做好了 这下不用担心了 不好了 这个模具只做出一半的白雪 再做一半拼起就行了 终于做好了 幸好来得及 这下更糟糕了 怎么了 白雪姐姐照片和贝尔是一样的 更可怕了 还是我们自己做吧 哎呀 这里不对 白雪姐姐的手没有这么长 天呐 做手怎么少了个手指 白雪的头发好难做 来不及了 赶紧做成光头吧 绝对不行 终于做好 白雪姐姐满身就能变回来了 完蛋了 好有什么问题 白雪的嘴又想弄反了 我们改太多次 白雪姐姐做出来这么小 可是没时间再改了 白雪 你感觉怎么样 白雪 白雪 白雪怎么不会说话 也不会动 糟糕我 我们还是会去找乌婆婆吧 乌婆婆 你能把白雪姐姐变过来吗 白雪怎么会变成这样 是这样的 这根魔法棒 能把任何东西变成巧克力 不过 一个小时后就会变回来 小女孩 谢谢你 这下我就能随便吃巧克力了 叫你了 巧克力 变变变 嗯 我是想把乌变成巧克力的 白雪姐姐怎么在那里 后来 白雪姐姐就变不回来了 已经剩下的魔法 我也没有办法 这可不行 不不不 我放在森林里的辣箱 不见了 你能把我找回来吗 哎 就在这里啊 怎么想了这么多啊 你们看 这是我自己做的 是不是跟我一模一样 原来 我只是把白雪姐的辣箱 逼成巧克力了 太好了 小朋友们 下次再见 开始考试 老师 这次是空白的 不准说话 快写 空白雪姐姐问你 我考什么 我知道了 这次肯定能考一百分 小妹零分 大宝零分 备亚零分 竟然连白雪也是零分 怎么可能 我明明都写对了 老师 你是不是弄错了 白雪 你是把金烨词写对了 可这次考的是米诺 贝尔和大宝写的 已不是米诺 小妹最过分 写的竟然是 雇佣者的歌词 不是音乐课考试吗 是语文考试 试卷上没写考试题目 我还以为 要我们考试 试的经验词 怎么没写 你们看试卷另一面 考试题目的试卷另一面 你们都把卷子抄一百遍 看下次 还记不记得检查试卷 开始考试 不准说话 下次怎么又是空白的 重犯两名都没有题目 我知道了 试试肯定没错 零分零分零分 又是零分 你们是故意气我的吗 试卷的世界上也没有题目 正反都没有 不是让我们墨写上次唱的试卷吗 考之前就告诉你们题目了 什么习惯 同学们 我们明天考试 默写经验诗 好 你们上课都没有听讲吗 我那时候在大课试没听起来 我也被学没感染了 你在大课试 我听见了 但是忘记了 不认真听课 把经验诗抄一千遍 下次考试 绝对不能再考零分 有目前的小朋友 觉得他们四个这次会考零分吗 觉得会就发送一一 觉得不会就发送二二吧 贝尔 你干什么 老师 告诉我们题目在哪里吧 我 老师 就让我们别走啦 试试之前没有说题目 我已经检查过了 试卷又是白识 正反两面都没有题目 我正要 白血贝尔熟妹大宝 不尊少考试纪律 取消考试资格 零分 零分 唉 这次考数学 刚才给你们发的是草稿纸 我正要去取试卷 怎么就又零分了 我要 又被契约了 我不想考零分 我们去找校长解释 校长应该会同意让我们再考一次吧 我这就去找校长 校长同意给你们一次补考的机会 这次一定要好好写 开始考试吧 太好了 我都会 终于能考一次一百分了 三加五等一九 五加六等一十五 小朋友们考过一百分吗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下期视频再见